7月18日美國布魯克林聯邦法院公佈了一份刑事控告書 指控兩位美籍華人涉嫌大規模多層次的驚天詐騙案 涉案金額大概是2700萬美元 受害的中國投資者更多 該案還涉及美國的著名政要 被指控的華人是紐約州Oyster Bay的黃聯邦 又叫Mike Wang 和李雪梨 逆音50歲 他們涉嫌電信欺詐共謀罪、洗錢共謀罪 因為妨礙聯邦選舉委員會實行的競選財務法 而共謀欺詐美國政府罪 根據刑事訴訟李雪梨和黃聯邦精心策劃了一項長達近10年的騙局 欺騙受害者投資一個虛構的項目 聲稱該項目是在紐約的沙利民縣開發 建設和運營一家名為 湯普森教育中心的私立教育機構 簡稱TEC項目 而TEC項目的總裁就是李雪梨 被告被投資人和在潛在投資人發送了宣傳的材料 其中包括李雪梨和美國著名政客的合影 用這樣的方法來向受害人編造TEC項目的進展情況 以及該項目如何得到美國官員的支持 很多外國投資者因此被說服 並且投資了這個所謂的TEC項目 在李雪梨編造的眾多謊言之中 其中一項是受害者如果投資50萬美元 他們將會保證通過美國的移民局 USCIS的EB5投資簽證計劃 從而得到美國的綠卡 李雪梨和黃連波從投資者那裡 騙取了資金之後 就和同伴將資金轉移到 李雪梨所創建的多家公司賬戶 然後李雪梨和黃連波對這些資金進行大事揮霍 其中包括支付個人的開支 好像購買服裝和配飾 珠寶、珠房、度假旅行 在高檔餐飲、消費以及對著著名政客進行政治捐款 李雪梨和黃連波即使對TEC項目進行投資 也只不過為了繼續編造和延續謊言 例如李雪梨和黃連波 聘請了承包商、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 來繪製建築圖紙和制定計劃 並且在開發現場或周圍進行一些小的工程 李雪梨和黃連波 以此展示給潛在的投資者 引誘他們去相信TEC項目有實際完成的可能性 並且有向投資者進行投資回報的可能性 截至2022年7月150多位投資者 為TEC項目投資至少有2700萬美元 其中大約1650萬美元來自EB5的投資者 還有大約1100萬美元來自股票的投資者 被告向他們承諾將會對TEC項目進行IPO 截至2022年3月 李雪梨和黃連波和他的同謀 來用了和洗白了至少200萬美元的TEC項目資金 在同一時期他們將250萬美元的投資者資金 用在各種的個人花費 李雪梨和黃連波並沒有向美國國家稅務局 申報這些收入 到目前為止 TEC的項目的EB5投資者 並未獲得臨時或者永久的綠卡 TEC項目也沒有進行IPO 或者在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 根據政治媒體政客Political報導 特朗普的幾個競選務款委員會 吸引了幾位華人金主 其中黃連波和李雪梨 被幾個競選委員會之一 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強大捐了60萬美元 位於捐款的款額之手 但是根據起訴書 李雪梨和黃連波利用了從外籍人士 騙取的資金作為政治捐款的資金 並且方稱自己和其他美國公民都捐贈了這些資金 這樣違反了聯邦選舉競選法 FECA和聯邦選舉委員會 SEC的法規 具體操作是李雪梨和黃連波 利用騙取的資金以自己的名義 非法向聯合籌資委員會舉辦的2017年6月28日籌資活動 提供了60萬美元的政治捐款 其中李雪梨提供了27.05萬美元 黃連波提供了32.95萬美元 李雪梨和黃連波還向外籍人士承諾 可以通過付費參加美國的政治活動 並且結識美國政要 李和黃兩人向12名外籍人士 每人收取了9.3萬美元的入場費 以方便他們可以同時任美國總統 一起參加2017年6月28日的籌資活動 這些人參加了活動 並且同時任美國總統合影 之後李雪梨和黃連波利用同總統的合影為營銷工具 為TEC項目招攬投資 紐約東區美國聯邦檢察官聯邦調查局 紐約辦事處 美國國土安全部紐約國土安全局 以及美國國家稅務局刑事調查局 共同宣布對李雪梨和黃連波的逮捕和指控 美國聯邦檢察官皮斯表示 被告通過放暴他們的虛構項目 得到了知名正要的支持 有使得受害者投資一個欺詐性的騙局 被告以自己的名義向政治競選活動 非法提供外國資金 並邀請外籍人士作為客人參加籌資活動 進而通過出售結識美國政要的渠道 實施了這個欺詐行為 這還感謝美國移民局在調查之中提供的協助 外國資金破壞了我們的移民和民主的進程 因此我們必須要盡一切努力 保護移民和民主進程 李雪梨和黃連波被指控針對外籍人士實施的大規模 多層次的欺詐騙局 包括虛假房地產投資 承諾付款利益 兜售結識美國政要的渠道 以及為競選活動提供非法的捐款 濫用投資者簽證程序 促成這個令人震驚的涉嫌欺詐案 紐約國土安全局 代理特別行動署署長 柏特爾表示 美國國家稅務局刑事調查局 紐約特別行動署署長 法托魯索說 正是通過與執法部門的合作和協商 我們才能夠倒毀這個多層次的欺詐騙局 確保涉嫌的犯案人 現在為他的罪行接受審判 根據起訴書 《FBI鼓勵任何知識刑事控告書》之中 相關指控的信息人士 或者如果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可以通過tips.fbi.gov 網站上的互聯網電子舉報表格 或者通過撥打FBI舉報熱線和FBI聯繫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隨簡的綜合報導 今次《紳士閣聽新聞》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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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